我們的組織結構也沒有因為環境的變化而做太大的變革 事實上這個都是 對念碰的講師都是不好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從這裡你們馬上可以想到內部控制很重要 很重要但是內部控制怎麼樣能做好 那不是用嘴巴喊的喔 一個好的內部控制它應該要涵蓋到五大要素 各位記得五大要素 各位我怕你聽起來會覺得很枯燥 我大概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譬如說我在學校 常常很多快要畢業的學生就跑來問我說 老師我現在再過一年或是半個學期 我就要從學校畢業到社會了 那我現在很茫然欸很茫然 因為我不曉得我要繼續升學還是要去考公務人員 還是就到會計師事務所去工作 還是到民間的企業去當會計的工作或財務的工作 我說他覺得他很茫然 老實講真的我只要聽到這樣的話的學生 我大概就覺得這個學生本身就有問題 為什麼 你都快要畢業了 你的目標是什麼你自己不知道 對不對 因為你的目標還沒有確定 你接下來你要怎麼執行 你就沒有個底嘛 也就是說你現在完全是空的喔 對不對 好 那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 我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 今天如果說這個學生跟我講 老師我畢業以後我就是要考會計師 先考會計師 中級的目標就是考會計師 或是我要升學 目標很明確聽出來囉 對不對 目標清楚了 第二個他馬上會想到什麼 我從下決定這個開始 我開始就要朝這個目標來怎麼樣 來挺進對不對 來努力了嘛 好 他馬上會想到什麼東西 他馬上會想到什麼東西 目標定完就馬上想到說 那什麼情況底下會造成我 達不到目標 有哪一些的風險在 是不是這樣子 你有這個風險 意思 你才會想要去防止這些風險發生嘛 各位聽懂意思沒有 好 我現在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要考 比如說我要考會計師 所以你馬上去收集什麼 一些要考考試的科目對不對 然後你馬上就會想到說 那我怎麼可能會 會讓我考不上呢 比如說太懶惰了嘛 對不對 然後時間來不及 好這個時候你馬上就要想到 我為了要防止這樣的風險 我可能在規劃這段時間我要怎麼把 要考試的科目怎麼樣把它安排 是不是這樣子 而且呢 我的時間不太夠了 我開始就要很積極的在準備 對不對 你開始有這樣因應措施 所以說各位很簡單 今天你的目標定在那裡 它不可能主動達成 好 那我們一個好的內部控制 就是要確保你的目標能夠被達成 好我們來看 一個好的內部控制有幾大要素呢 第一個 控制環境 什麼叫控制環境 這五大要素裡面 控制環境是最重要的 什麼意思 各位看什麼叫控制環境 它是指管理階層 對內部控制有沒有正確的認知 然後呢 還有你到底重不重視 還有你會不會以身作者 建立這個組織的誠性的文化 這個講起來有點抽象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想各位都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歷練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說這個小孩子 他的品格教育 你覺得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哪裡 誰對他影響最大 你看吧 你又跟我講說是不是家庭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父母的價值觀 父母的道德觀 父母的生活哲學 他會深深的影響到什麼 小孩子 小孩子看到父母這樣做 他就知道你在注重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說 你今天說我要 要做一個內部控制 可是你這個在位的人 領導人 這個組織的領導人 管理階層 他不重視 他馬上就會知道你什麼 你玩假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呢 你要看這個企業的內部控制 你就要跟誰談 跟管理階層去了解 他到底重不重意 到底重不重視內部控制 還有他有沒有真的以身作者 老實講真的 你看我們以政府來講好了 你看這個角度來看喔 你覺得台灣政府的內部控制文化 這個整個的控制環境好不好 其實非常非常差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你覺得台灣你知道嗎 我們 我想這個馬 馬英九總統 他的價值觀裡面 你應該可以很清楚的描述吧 對不對 看起來他是在執行他爸爸的遺願 有沒有看到 其實下面他所用的這些 這個這個 行政官僚 看到總統是這樣的認知嘛 對不對 所以他推動制度的時候 當然就朝這樣去做 對不對 所以你大陸來訪的人 不能拿國旗 在我們自己的土地 不能拿國旗 這蠻奇怪的 對不對 你在外交政策就反映了 你什麼都不敢講 講好聽的叫外交修兵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外交工作嘛 對不對 其實就投降了嘛 你外交基本上都不跟 不跟中共對打嘛 對不對 就是等於說 你愛怎麼樣就隨便你好了 講難 他就把他指揮 這個叫我們叫外交修兵 修到最後你看 我們的國際地位在怎麼樣 一直往下降 現在很多國家都認為 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一省啊 你看變成這樣 我們也不反抗啊 我們也不去argue啊 慢慢的 大家就變成社會的共識 國際的共識 那這很糟糕了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的 那個什麼 那個領導人的認知 影響到整個團體 整個組織的認知 好 這樣各位能夠了解嗎 所以說老實講 真的 台灣的控制環境其實不是很好 好 我現在就跟各位討論 台灣的內部共識 到底這個地方出了什麼問題 在民國98年的時候 這個行政院 那個時候行政院長是吳敦義 他說我們就 他就發現到政府的整個 內部控制其實是亂糟糟的 他就說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去 推動政府的內部控制 所以民國98年開始 各位去看那個網站 他就說政府在推動內部控制 那98年的時候啊 因為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那個行政院主計處 就跟那個審計部 監察院的審計部 然後就跟我們這個學校公共事務學院 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公共事務學院 就合作 就是說看看能不能協助他們 那因為我是會計啊 我們會計都會討論內部控制 我們請那個 那時候當系主任嘛 我們請系主任的一起來協助 我一去現場去聽我就知道完蛋了 他的內部控制不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我到現場一看 推動內部控制的單位是誰啊 是行政院主計處 也就是行主 主計單位的最高 最高的管理階層 行政院主計處 顯然 各位 顯然 在我們政府領導官員 比如說像行政院長或總統 他所認定的內部控制 跟誰有關係 他把這個內部控制的推動交給誰 主計處 主計是什麼 就是政府的會計 所以顯然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政府的領導人的腦袋裡面 他認為內部控制只有跟會計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可是政府的內部控制 最需要改革的是哪一塊 各位知道嗎 當然很多啦 還有包括效率跟效果跟法律的遵循 我問各位 這兩個部分跟主計人員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公務員常常翹班 不在辦公室裡面 跟主計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有沒有去 要求你的主管事業 按照法律來執行 跟主計有沒有關係 沒有 主計這部分也有問題喔 好 那 好 我問你 他的觀念裡面只有主計跟內控有關係 那我問你 那剛才我講的那些效率效果 法律遵循 你就不管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當在做那個現場 我就講了一句話 我說 雖然呢 我說我很榮幸 大家都覺得內部控制是會計人的工作 但是我說 內部控制的目標 其實 它的範圍 遠超過會計涵蓋的範圍 我說你今天 如果把內部控制的制度的推動 交給行政院主計處 誰會聽主計處的 誰 老實講 就是主計人員而已 是不是 經濟部 內政部 各部會 會不會聽你主計處的 不可能的事情 你跟他是平行啊 對不對 內部控制可能要求 你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他會問你說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 由更高階的人 來做 橫向的協調 所以主計 誰要負責責任 各位知道嗎 就是行政院長要負責 內部控制的推動 是要由行政院長來推動的 各部會各司其職 推動他相關的內庫控制 我說你們不信 你等著喬好了 我說將來你們內部控制 這個推動的時候 你只會涉及到主計的 其他單位是不會理你的喔 我一講完 底下的那個主計人員 拍手 講得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很無奈 為什麼 因為主管認知不對 然後就直接交給主計人員 主計人員也發現說 他的能力不夠 他的權責不夠 他推動是有問題的 可是主計人員他就被強迫要接受這個任務啊 這幾年這一兩年 我碰到政府的主計單位 我問他說 我就跟他拜開玩笑說 內部控制推動怎麼樣啊 已經過了四年了 五年喔 我說你們那個推動得怎麼樣 啊別說了 沒有人要接吻 你看到沒有 真的沒有人理他 所以內部控制 我一開始就說 你注定要失敗 那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你的 怎麼樣 你的領導人呢 他認知是錯的 各位聽懂我意思沒有 他認知是錯的 看到沒有 所以其實整個的 控制環境不好 控制環境不好 老實講真的 各位知道 控制環境 是所有其他要素的基礎 老實講真的啦 就像我常常講 家庭教育不好 父母的道德觀念 那個價值觀不好 這個小孩子成功的距離高還低 就低了 你不要講說他後天可以再培養 老實講真的 是可以啦 但是 做得好的距離高不高 已經不高了 所以各位 我們的子女的教育 要靠我們自己 要靠我們自己 這個不好 大概能好的距離也就不高了 為什麼 他是基礎 管理階層注重 下面才會注重 否則都是玩假的 那你會問我說 等一下 你會問我說 內部控制要注重什麼呢 請各位注意看 第一個 你可以考量一下 管理階層 他的道德觀跟價值 的落實 老實講真的 像我們有時候 各位可能買股票 可能買股票